进入到今天的讨论话题咯 我们先来看到 有人说这个是2024总统大选的延长赛 那么就是六个地方县市首长的这个乡镇市长 还有议员的补选在昨天已经落幕了 我们来看到在六席当中 蓝营方面这回是拿下了五席 包含虎伟镇长最后是林嘉宏 然后呢苗栗市长是余文忠 好 再来看到的是大午乡长王景昌 接下来呢原山乡的议员是黄文儒 好 再来台中市议员吴建德 好 当然在这个麦寮相长的部分呢 就这个绿营方面是拿下这一席的是许中复 好 当然呢现在有人说 这个是被视为大选的延长赛 各界的解读又是如何呢 尤其是这个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在选前其实到了这个麦寮去long stay一周 但是呢在选后 其实这个选举结果是不尽他意的 大家就问到了 柯文哲他的说法是 地方选举还是要长期的来做经营 long stay不足以改变地方上的结构 好 另外呢时事评论谢寒冰有说 其实地方上的选举 想要找名人效果是不大的 就算呢你找欧巴马来也没有用 因此呢他提出了民众党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如果真的想要深耕地方的话 唯有派人长期经营 或者是跟无党籍合作 这两条路才可以走 好 不过呢这个是国民党的青年部前主任陈冠安 他有说柯文哲搞错了方向 怎么说呢因为要逆转政治颓势 绝非麦寮相长补选 好 这次不可避免会被视为是白银政治能量的消风啊 因此他认为这一回柯文哲民众党的部分 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好 不过呢针对在昨天这个补选结果 国民党当主席朱立文他说 选举结果其实给赖清德在就职之前 再度提醒人民对于民进党的不满 好 首先呢我就要请这个时事评论董志森 董哥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你怎么样看昨天这个补选的结果 这次补选结果 大家看到最后大家都在讨论柯文哲的白色力量 为什么得票那么少 他最简单的原因就是 因为柯文哲的动作很大 他认为他在营营可以拿34% 用34%的选票的话 那如果三党一平均的话 34%显然应该当选了 所以他就用这种能量下去动作非常大 那结果选出来其实 大家也知道林怡狸得票 比他自己参选都还低 对 他只拿了11% 是啊 他过去还拿13% 对 所以他被你柯文哲一辅选变这样 会变大家讨论 但是各位朋友其实他其实在这种补选里面 他有一个情况要讲清楚 其实补选的投票率都很低 对 但是所以我们刚刚特别提出说 他的比例 他本来变哪%是13%变11% 那因为如果比例的话 每一档应该都一样 大家比例一起降低嘛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他这一次的动作那么大 其实显然得到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那这一次比较可以看到 因为过去在补选 其实国民党很少在补选里面 这样几乎大获全胜 过去补选国民党几乎都输 那这一次当然他里面有非常多的因素 这个非常多的因素包括怎么样 包括最近的一些实战事件很多 然后包括整个一个两岸的因素啊 这些东西加在加加种种在一块 那当然最主要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 因为下一届要问鼎九合一选举的这些人 都很努力 因为他要顾住自己的庄角 这些选上议员的 或者选上乡长的 这些人显然以后就是要跟他搭档 一起来捡九合一选举 那我们知道总统选举完就是九合一选举 先是首长选举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云林 这边的力道就很大 那张立善已经做两届 大家也知道他准备要交棒 给他的子女张家进 就是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 那国民党已经把重兵摆在这里了 台南谢龙介 就云林就张家进 对不对 就是说他每个地方就是用部分区 让他在地方上可以服务 然后你部分区到后连险 县市首长就是由你来 就是尖南险区都是这个经营 那我们显然可以看到 在云林这里 等于说张家进的家族 发非常大的力量 然后下去补险 那柯文哲在这里 等于说他要硬碰硬 那当然他的效果就不大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长期也没有经营 那当然民众党自己的内部 是认为说 因为柯文哲主要是年轻票 那这种南部的人 的年轻人都在北部工作 他们没有回来投票 没有动力的话 对他们的选票影响就很大 就像柯文哲这次选总统的情况一样 因为他被人家讲说 他是没钱库的阿伯 他说潮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 说他已经逼近赖清德的只差一点点 所以票投完了就知道 活友谊就是第三 结果没想到自己输活友谊 还输到一百万票 那柯文哲就很不服气 因为都是年轻人没有出来投票 那如果连总统大选 这种潜力动员 而且是投票率最高的选举 年轻人都没有回来投票的话 那你的云林的选举 他怎么会回来投票 这个可想而知 所以柯文哲把很多事情 就想了说很多人他都可以用网络 或者用车椅来带个风向 那这一次显然我们看不到 整个民进党他的人耐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这次选举 其实我觉得选得最漂亮的 是苗栗的市长宜文忠 他拿了百分之六十几的选票 那是压倒性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中东景 或者他们原来自己在这里的部署 其实国民党在这里是非常强 苗栗 那时候中东景强压国民党提名的 整个很少 那他当然他现在回到国民党 所以可以看到他技术先生讲 国民党下一届当然一定会提名中东景 那他对他虽然没有被国民党提名 甚至打败国民党的提名人 可是他对于国民党的效忠 那个表露无遗 那时候在总统选举时候 柯文哲一直去趁着中东景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次的选举里面 宜文忠是等于说 哪六十几是很难很难的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台东的大五 大五香他这次因为他的选举 我们知道就是说 这次王景昌在国民党 他开始是输的 后来扳回来那扳回来 大家也知道就是说 因为这一次的选举 就是他党部主委就是议长 他很潜心潜力去浮选 他还准备要参选下一届的县长 那姚庆龄已经当了两届了 所以不能选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了 就是所有的部署 就可以看到国民党在组织里面 这一次就是很绵密的 打所谓的县市所长的前哨战 那这样打下来的话 大家就不会觉得意外 说为什么是这样的选 因为他就是有个前哨战 那每一个要选下一届 先是首长的 你如果没有把这一仗打赢的话 你就少了一个大庄角 因为乡镇长就是你的大庄角 那可以看到在这一个里面 国民党就应用了非常大的 能量去选 那也说明了一件事情 国民党过去选举藏书 他常就是单一一个地区的选举 比如说杨宽恒他跟 那时候林静怡在补选的时候 他就吃了败仗了 整个原家被打得 等于说所有的东西都被刨跟 然后就被打压 然后到最后杨宽恒输 可是你如果他不是被打成 总统型的那种选举的话 真正你最后还是要回归到 那种组织战 那大家看现在台湾最热闹 当然是大假骂 大假骂就是原家最 等于说最抢人 最独目的一场戏 那这个一出来的话 大家就哇 这么多人都为了一个信仰出来 那这个就就对原家来讲 他那种绵密就出来了 所以颜宽恒 今年的立委选举 马上一下就把林静怡 把他干倒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总统选举 大家目标都在总统 在立委的那个就比较少了 你就不会被当总统的候选人来打 然后那些民进党用他的车衣 网金还有媒体 我们知道台湾的媒体 百分之九十都是民党在掌控 那网络更不用讲 网络过去是百分之九十五 现在民党跟柯文哲评分 但是我们也发现 民党在这方面是非常强 可是这一次的选举 因为所有重心都在总统大选 所以立委国民党就选得特别好 因为没有被设定 一个主打的目标的话 那大家就变成是比较靠 那种组织站 那民党比较专长就是文献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选举里面 也告诉了大家一件事 就是说 你平常地方要有经营 你平常地方要跟很多 比如说庙啦 公庙 或者一些地方的礼啦 或者地方的一些服务的事情 或选民的服务那种 就是要很杂实 让大家认得你 而不是说我柯文哲从台北来 我在台北知名度很高 然后大家赶快来看我 大家讲了跟我合照 然后柯文哲就是玩这一套 那他又要去写马航九过去的 长选举 他认为我长选举 大家一定很受欢迎啊 没有错 可能有些人跟他合照 可是你到最后 你的票没有出来 这就是很明显啊 对 那马航九那时候长选举 是因为他竞选总统年任 那他到地方上 他是有现任的总统身份 所以他进来 老百姓当然很欢迎啊 现任总统来我家住 来我们这里吃小吃 现任总统 那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所以柯文哲 等于说话无不成反类前 那现在被大家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他应该是也很沮丧 但他应该 老老实实的在地方经营 而不是靠自己过去 那种天花乱坠的一个话术 因为他会讲得很漂亮 那这种话术 到最后选举 其实可以证明是没什么作用的 好 不可否认 其实这个阿伯 他还是有他的政治光环 但是现在大家都很担心的会 就是说会不会在这场补选之后呢 就会被大家发现说 白银的政治能量 已经彻底销轰了呢 好 另外呢 未来如果这个民众党想要深耕地方 难道说只有像这个 韩兵哥所提到的 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个就是你真正走入地方 好好深耕基层 第二条路呢 你就干脆跟这个地方上的 无党级的人士来做合作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